与美人作为畅销书作家 可谁知,这样一个知性、优雅、懂理的女人,却也有一本难念的经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新鲜事,我是于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最先最报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哦 2013年,与美人与丈夫王维伦15年的婚姻走向终结 一子一女的抚养权也被一分为二 儿子跟着爸爸,女儿则跟着他 多年以来,观众眼里婚姻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的与美人 遭遇婚变也是让人颇感意外 而这段婚变也牵牵扯扯,惹她心烦 2013年,她与丈夫的婚姻岌岌可危 由于母亲长期受到王维伦的言语攻击 甚至扬言要把她赶出家门 与美人只好入警局决定申请保护令 随后她召开记者会,说明情况 她率先解释 母亲与老公长期以来的相处都很忍耐 不知道那天为何突然大抓狂 与美人声泪俱下说 母亲一直以来为我的婚姻不断隐忍 但其实两人婚姻早在五年前就显裂痕 与美人透露 之前上节目穿短裤 她就骂我花枝招展 不守妇道 甚至还说我养小狼狗 认为我的事业都是睡来的 与美人受访时声泪俱下 句句哽咽 谈起两人婚姻 她坦言 没什么吵架 因为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据悉 2012年12月 与美人关起门 想在厨房与先生沟通 不料先生把她的手扭开 导致她受伤 对此与美人说 我不把这当作欺负 只是冲突罢了 而至于为何好好的婚姻关系 会演变成如此 当时与美人推测 全因五年前起 不再让丈夫管钱 因为当时开始创业 希望由专人管理 才把印章收回 绝对不是认为 老公会擅自挪用 与美人说 我为婚姻拼命工作 我也能回归家庭 让她当一家之主 可在女人有空间发展时 男人就开始否定自己的价值 就开始疑神疑鬼 这对女性来说太不公平 与美人婚后经营事业有成 与老公相行见处 她说 若她是因为这个点 我觉得她很不成熟 难道我不工作 什么都不会了 这个男人就会多疼爱你吗 所以与美人也曾对丈夫说过 如果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我会成全你的 平时必谈家务事的与美人透露 结婚15年来 老公约有6 7年没工作 这话也不免让人对王维伦产生芥蒂 与美人曾经在录节目时 就提到自己婚姻不如预期 指出女儿米娜曾对她说 妈 我觉得 当你老公真的好辛苦 她告诉老公 女儿力挺她的话 那两个礼拜她屁股都撬着走 米娜还说 你个性那么急 爸爸动作慢一点 你就大声 不高兴就骂 高兴就抱她 还模仿妈妈要爸爸帮忙换灯套时 变温柔的语气 由此也可看出 两人的精神契合度 其实很低 与美人和王维伦离婚时 两人原先协议 各拥有一个孩子的监护权 而原本归前夫管的儿子 在暑假时 也会回到与美人的家 与美人笑说 一家三口还为了公投案 讨论了将近一个月 她强调 自己没有干涉小孩的想法 仅开会讨论 为投票做沙盘推演 在离婚协议中 与美人保有女儿米娜的监护权 米娜在陪伴妈妈疗伤的过程中 更是给予了强大的力量 那时 与美人的朋友 也处于婚姻问题之中 她曾经问米娜 如果别人的小孩来问你 爸妈离婚该怎么办 你会怎么答 没想到 米娜竟然成熟地回答出 这不是选择谁的问题 而是要在过程中学习独立 这让与美人十分感动与惊讶 与美人在离婚官司中 常被搞得不能吃也不能睡 女儿有次到看到她如此疲惫便说 你要不要靠在我的肩膀上 假装是我女儿 与美人讲到此处 常无法自拔 钦佩孩子 有这样的力量与智慧 更心疼大人 无法自己处理好的事 借要小孩一起承担 于是 她只有更努力让女儿和自己过得更好 重拾自己惯有的勇气 朋友看着米娜长大 还曾开玩笑地说 你要努力哦 女儿会比你更快找到男朋友 而离婚后 与美人的好太太 好妈妈形象一息全悔 加上与美人知名度高于王维伦 两人关系女尊男卑 以至于曾发生过 与美人欲探望儿子却被拒 与王维伦起冲突 与美人最后哭着报警处理的事情 两人冲突闹得满城风雨 一个女人如果离开婚姻 除了遭受到夫家的为难 更有可能在承受娘家的质疑 帮与美人打官司的赖方玉律师描述 与美人在数度身心俱疲的开庭前曾吐露 这段婚姻就像是一条漆黑的隧道 虽然走到底可能有光 但却不知道要走多久 直到有天 隧道崩塌下来了 你才终于看见光 即使被碎石压得伤痕累累 精疲力尽的人 仍有力气笑着看阳光 而离婚后没多久 前夫王维伦就先冒出桃花 被木鸡和一名丰满淑女 一起逛超市 该名女子穿着低领上衣 甜蜜依偎在王维伦身旁 不时轻搂王维伦腰部 两人最后一同驾车 返回中山区大直击合国宅 关系看似亲密又稳定 于美人后来出席 姑公亮文教基金会记者会时 被问及对前夫新欢有什么看法 她大放笑称 这绝对是要祝福的事情 真的要祝福 至于前夫闹绯闻 登上媒体版面 于美人虽知情 却没多和孩子讨论 她认为 我觉得去问小孩会给小孩带来压力 你的态度对 你的小孩就不会压力很大 不过后来 小孩自己发现了这件事 于美人还爆料 一双儿女的反应很有趣 我女儿主动和她哥哥说 哎 你知道爸爸上新闻吗 其中值得提起的是 处理离婚的过程中 于美人曾被医师警告 出现强迫性格明显的倾向 于美人也在近日坦言 离婚后 许多朋友才告诉她 原本的自己有多难相处 从前跟前夫一起吃饭的时候 常会要求对方别点不一样的菜色 如果自己点的是牛肉面 就会要求前夫点炒饭 这样万一不好吃便能替代 但如果原本点的菜色如期好吃 另一方便可能吃亏没吃到了 于美人事后反省 其实自己一直都在主导 只是用不同的包装 来解释所谓的尊重 有时候我们所说的尊重 只是嘴巴上的尊重 如果真的落实去思考 就会知道别人要配合自己 有多么辛苦 于美人更感叹 要看到这个盲点 自己静走了这么长的路 所以不管现在多少人一直问她 何时要接受下一段感情过婚姻 她总说 如果自己不改变的话 每一个男人都会变成前夫 最终发现是自己的问题 她有感而发说 于美人没有你想象中的厉害 恢复单身后 于美人受了一大圈 身材曲线变得漂亮 逐渐走出婚变的痛后 她开始享受单身生活 勇于克服孔水正学游泳 与前夫各自拥有儿女监护权 现在 她跟王威伦和平共处 反观其他朋友 离婚过程的理性 和平 于美人以过来人姿态说 这样分开让过去 所有美好情分 都有价值与意义 不会被未来不好的关系脱模 最后消耗殆尽 面对朋友们的催婚 她也表示 对感情并没有那么急迫地想要衔接 现在 她常享受单身生活 更直言 非常好 可以把所有心力 重新放在自己身上很满足 从50岁起 于美人 便决心 每年要学一件 从前不敢做的事 像是游泳等 美人姐更幽默地表示 我现在已经可以在120公分高的泳池 如鱼得水螺 后来一次访谈中 与美人坦言自己有机械障碍 任何东西 只要超过三个案件就举手投降 更在出国时 找不到连蓬头开关 又怕弄坏饭店设备 只好请朋友半夜帮忙 还担心耽误别人 仅用朋友在的五分钟 快速冲洗 有次还用漱口杯 咬洗手台的热水洗澡 朋友都笑称美人姐事 生活白痴 美人姐补充 自己连赚账也不会 因为连ATM都超过三个案件 所以如果自己被诈骗的话 一定不会让对方得逞 因为他听到歹徒 讲那么多个步骤 一定会开骂 然而 与美人对于可以设定的家电 却是没有问题的 更表示 像微波炉 洗衣机等 那么简单的东西 怎么可能不会 只能说 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同 这或许 也是与美人离婚后的感触吧 许多人认为 事业成功的女人 应该什么都会 可是职场与亲密关系 毕竟是不同的领域 有些人可以把家庭照顾得很好 那也是一种成功 与美人还表示 现代女性都是独立工作 有时候会不自觉有一种 女王的气场 他强调 因为长时间工作 有时候 这气场难免会忘了关闭 与美人感叹地说 这对男人来说压力太大 对女人来说也太困难 而且 男人在传统观念上承受的压力已经超过负荷 所以 这样的观念 要落实相当有难度 应该跳脱主外主内的观念 夫妻本就要共同经营生活 不管是谁都可以为婚姻家庭各部分尽力 最后 与美人给所有跟他有类似状况的妈妈提醒 不要掩饰自己的能力 能发挥的地方 还是要继续发挥 如果你是钻石 就别假装自己是石头 即使你可能还要在职场工作 仍要花更多力气来学习怎么爱自己 怎么跟别人相处 与美人现在会开始学习一些课程 学习把自己的速度放满 培养一种不管是别人 或是自己跟自己相处 都舒服的节奏感 与美人多年来 在节目上 为许多人解决生活困惑 可是 自己的婚姻却是一地鸡毛 然而她很快调整过来 从失败中汲取经验 又为许多人想明白了很多事 甚至有人调侃 美人姐这是在为我们亲生体验苦难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